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蔡素珍科长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 高雄市税珍基珍处李琼会处长 高雄市税珍基珍处房屋税科曾子林科长 高雄市税珍基珍处房屋税科全力皇审核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前我们高雄市税珍基珍处企划服务科 吴立宏科长 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展望贵宾 加入我们的宣导行列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记者会一开始 要为各位邀请到的是 我们高雄市税珍基珍处处长李承惠处长 上台来为我们这次说几句话 攻击我们的处长上台 我们财政部副税署的李素兰组长 陈慧琪组长 陈淑健科长 跟蔡树珍科长 还有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 各位贵宾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首先感谢各位丽玲今天 我们财政部 106年全国性的房屋税 开征的宣导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是由财政部 委托告示税捐处所承办 那我相信今天 我们各位记者朋友的丽玲 以后在有关 在报纸 广播 杂志 电视 网络 各方面都会给我们的协助跟帮忙 我相信我们对于下个月 房屋税的开征的宣导 觉得一定会更加的顺利 更加的让民众能够了解 各位知道 我们房屋税从下个月就 下个礼拜的5月1号开始到5月31号 那全国各地的税单呢 大概在4月以前一定会到我们纳税 人的手上 一定 我相信在这里很多朋友 大概也收到我们房屋税的税单 那在这里先各位 报告的就是说 如果还没有收到税单 或是要去缴纳的时候呢 找不到税单的话呢 可以透过我们现在可以跨区 全国各地税捐处的 这个全功能位台 都可以呢 能够呢 印出税单 那让各位呢 能够呢 很方便的去缴纳这个房屋税 各位大家也蛮会关心的就是说 这一次106年全国这个房屋税 全国的状况是如何 在这里呢 跟各位报告的就是呢 我们大概统计呢 106年全国大概有850万余见 那跟去年的843万呢 是增加了11万多 11万多 他的成长率呢 是1.34% 那在税额上面呢 全部呢 全国呢 今年是大概754亿 754亿 跟去年的716亿呢 大概金额上呢 是增加了36亿多 那成长5.14% 5.14 那各位可能也会关心 也会大概也可以猜得到 现在全国各县市房屋税 税额最多的是我们台北市 是我们台北市 不过呢 建树的方面呢 是在新北市 新北市是这个建树是最多的 那各位也了解 我们房屋税呢 是一个地方税 其实像我在高雄市 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房屋税是地方上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裁员的 那民众的缴纳 这个房屋税的税收 我相信我们各地地方政府呢 都把这些用在呢 需要的这方面 那在这里特别向各位报告的呢 我们为了提高这个房屋税缴纳的方便性呢 所以呢 从26号临时 就是昨天开始 我们呢 在呢 世家便利商店的这个 多媒体资讯机呢 有这个查缴税的这个服务 也就是呢 如果你拿你的自然人凭证 或者是工商凭证 到便利超商的这个资讯 多媒体资讯机里面 就可以印出 我们这一次定期开征的这个房屋税单 那你就直接 如果金额在2万块以下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超商缴纳 财商缴纳 那缴纳以后呢 这个各地的这个基增机关呢 我们事后会寄这个缴纳证明 给我们这个民众 所以呢 现在呢 有关这个缴款税单呢 就是缴款单的部分呢 也可以在这个超商里面运出来 这个是今年呢 特别提供的一个新的服务 那在这里顺便特别的跟各位提到财政部 一直在极力推网也就是有关利用载具 能够呢 利用载具呢 使用这个无实体的电子发票 无实体电子发票 那无实体的电子发票 除了我们一般知道的财能层子之外呢 还有什么好处 其实他还可以自动对奖 对到的奖项就直接进了你的银行账户 另外呢 他还有特别开出的这个奖额就对了 他比我们一般多很多 所以其实应用这个电子发票 应用载具来用电子发票呢 其实他是有多重好处的 多重好处 那在这里呢 也跟各位朋友讲财政部呢 有一个整合的服务平台 透过那个服务平台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用行动载具 来用这个无实体的电子发票 那各位在使用上呢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 他有0800-512-899的这个 免费的服务电话 那向这边查询呢 可以获得很多的解决 最后呢 再次的感谢我们各位媒体朋友 今天的参加 也谢谢过去各位 对于有关税捐宣导活动 给我们很多的协助 我们希望下个月 5月份的这个房屋税的开增 各位秉持过去 对我们的指导跟协助呢 继续的支持我们 最后呢 敬祝呢 各位媒体朋友 还有各位贵宾 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市长 请市长先回收休息 谢谢 好的 有房子的朋友们都知道 就每年5月份哦 就是要来缴纳我们的房屋税 但你有发现吗 其实房屋税 其实有分两种哦 那么 其实是分为住家用 以及非住家用 住家用呢 有包括自住 或者是非自住 而非住家用 包括有营业用 以及人民团体的这样的 非营业等等哦 那不同的一个使用方式呢 其实你所计算的这个税率是不一样的 要缴纳的税额也都是不同的哦 好 那不管呢 是什么样的这个房屋税呢 在5月1号到5月31号 就是要来缴纳我们的全国性房屋税啦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 一定要在期限之内来缴纳哦 那我们缴纳的管道呢 其实是非常的多元的 那么为了要让我们的民众呢 对于缴纳的资讯是更加的了解 更加的清楚明白 今年呢 也特别邀请我们的宣导大使哦 就是唐从盛 这个从从歌全方位的艺人 来担任我们的宣导大使 同时呢 也拍摄了一段这个电视广告的影片哦 要来提醒大家 今年要缴纳房屋税了哦 那这个影片呢 就欢迎现场所有的 长官贵宾 还有所有的美女们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大家跟我们聊 大家跟我们听节 我又缴纳房屋税 没错 5月要记得缴纳房屋税哦 那要怎么缴税呢 缴纳管道由 金融机构及便利商店缴纳 对换原因 自动会员金或长期约领转 还有线上缴税 但老师用手机扫描 缴缴书上的QR Code来缴税 最智慧 5月缴纳房屋税 管道多元超方便 老师你给我带给你哦 好 那个刚才30秒的时间 把这个多元管道都记清楚了吗 应该有一点难度哦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哦 我先知道5月跟房屋有什么关系呢 真的哦 大家会午觉哦 大家跟我们听节 房屋又缴房屋税 没错 5月要记得缴纳房屋税哦 那要怎么缴税呢 缴纳管道由 金融机构及便利商店缴纳 丢换原因 自动会员金或长期约领转 还有线上缴税 但老师用手机扫描 缴款书上的QR Code来缴税 最智慧 5月缴纳房屋税 管道多元超方便 这个管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为了要让大家的这个便利性是更加的提高 我们财政部在今年还开发了最新一化的新招 就是跟我们四大便利商店 多媒体资讯机查缴税的服务 来了解这个自己关于房屋税的相关的讯息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用便利商店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用便利商店 现在呢现场的我们就直接来为各位来说明这个如何用这24小时的便利商店 来这个进行这查缴税的步骤哦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从4月26号这个零点起 大家在四大超商 也就是全家711还有OK还有莱尔富呢 请自己的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工商凭证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查缴房屋税的一个服务 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以711的iPhone机为例 好我们进入这个iPhone的首页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会有一个缴费除值的这个选项 或者是旁边我们也有这个我们106年房屋税的一个图示的选项哦 藉由这两种都可以进入我们的系统 好那如果你是利用缴费的这个选项进去的话 好你会进入我们接下来就是很多的登登登登不同的选项 那我们可以选到第一个代这个政府代收的这个选项 那按下去之后呢就会进入我们下一个选项 有包括各种不同的政府代收的这个选项的服务哦 我们就看到我们有个查缴税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那么另外跟大家普通说明一下哦 那如果你在首页直接我们点这个我们的图示 106年房屋税的图示 点进去这个快速键呢 你就会直接进入这个查缴税的这个选项啦 那按下这个查缴税的选项之后呢 你进去就可以选择缴费的项目目前只有一个 所以你绝对不会选错的 进入房屋税的这个选项项目进去之后呢 首先我们要阅读服务须知 那接下来的按下同意才会继续下一步哦 下一步呢就是拿出你的自然人凭证 或者是你的工商凭证卡 那么这个插入这个卡片之后就会进行下一步 接下来就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或者是统一编号 以及你的这个自然人凭证或者工商凭证这个聘码 进入下一步 那接下来就会售出这个这个人 就自然人凭证这个人或这个公司这边 他的各种不同的房屋税的这个 他所要缴纳的房屋各种不同的选项 那你可以同时选择三到五笔来做列役 那各个超商是不一样的 那么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哦 单笔的金额是限定在两万元以下 那列役的时候呢 每一笔的税额会列出一张的缴纳单 所以如果你选了三笔 他就会列役出三张 那么接下来呢到了这个选择 并且要确认缴费内容的时候呢 你所选择的这几项呢 他的底色就会变深 那没有选择的部分 他就是维持这个浅色的部分 那如果你有四笔 你选了三笔 那你这三笔就会变深的颜色 好选择好之后呢 我们就先到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呢 就会把你刚才所选的这三项 就会有个明细出来 那你确认之后 是不是都是你所要缴纳的这个选项 确认之后 好再按下这个我们的确认键 最后呢 就会这个列印出你的缴纳单啦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补单列印的服务呢 就是要全家OK 莱尔夫超商呢 他所列印的这个缴纳单之后 当天 在你列印的当天呢 就可以到他的柜台来缴税 那么如果你是在7月2号的 在同一超商的话呢 列印之后 一个小时之内 就要来这个完全缴税的动作 那另外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补单列印的服务呢 只有到6月2号的晚上11点 那么过了这个11点 就没有办法再列印我们的缴纳单 但是这个缴纳单这个 这个列印出来之后 你可以缴税到6月2号的晚上11点59分 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在这个醋笔堂会 你家附近或公司附近的四大便利超商 来进行这个缴税的这样的服务哦 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财政部今年的一个 医化新招啦 好的那么其实呢 这个缴纳房屋的这个管道真的是非常的多哦 除了有便利商店啦 或是刚才大家在影片当中所看到的 登登登登有很多不同的哦 可能用手机啦 用平板啦 或者是用电话啦 或者用电脑啦 等等哦 各种不同的长大方式之外哦 其实还有非常非常的多哦 那到底有多多呢 今天就要邀请到我们的宣导大使 就是我们的唐丛逊 丛丛哥 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跟我们的再次做一个宣导 欢迎我们的丛丛哥 丛丛哥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美丽的支持人 还有我们的处长 原道而来所有的长官们 还有我们现场的贵宾朋友 媒体朋友 各位记者大哥大姐 大家 午安大家好 我是 偶像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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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无相 平常无相 那今天呢我是以这个 这个 就扮演的角色是老师啦 算你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广告 但其实我是一个很笨的学生 在缴税这方面 因为这个税的事情 我一直搞不太清楚 但是我也无名其妙 我也担任了我们好几个不同的税项的一个代言人 我真的非常感谢财政部给我这个机会 为什么 没有代言我不知道 缴税的便利性 跟缴税的管道 那从汽车 机车的牌照税 燃料税 到现在这个房路税 我大概再过 未来十年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能够把所有的税项目代言完 那这个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浮屠虫 当我的公司 我的助理都知道 我经常那个税单 收来就藏起来 就收在 不是说藏起来 就放在 就摆在某个地方这样子 就我还有买保险 我不是房子多 大家不要误会了 是因为我买保险 还有每个月要缴款 还有银行 还有信用卡 然后我姐姐的保险 我家人的保险 一大跌 那不知道怎么缴 结果后来 经常就是 到了六月几号 七月几号 又是到第二份单子的时候 你过期了 然后除了原本要缴的钱之后 还有就是预期的罚款 还有什么 制纳金 很糟糕 永远在那边缴 而且便利店不收了 它要变成你要去这个银行 或是指定的地方 就很麻烦 自己麻烦也给别人添麻烦 那我觉得对税务单位来讲 也是添麻烦 对啊 所以今天这个 因为我有这个缘分 做了这个代言人 用笨学生的身份来演老师 现在我们也变跳 所以现在有多元的脚盘的方式 我们面对缴税 大家都希望说 工作能够税到自然行 对啊 我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这个便利信 让大家能够税到自然行 怎么说呢 缴税的管道 只要你知道你的自然人凭证 怎么缴都行 好不好 税到自然行 对不对 有很多的方法 待会我们会一一跟大家介绍 对对对 而且这个我觉得也算是政府的德政 刚刚我们这个处长有说了 不管你有没有收到 或是你记不记得 或是有没有过期 随时有各种的方法 可以交给大家 待会我们把这天龙八部都交给 传送给各位 武林密集 所以是非常方便 而且非常的快速 又有效率的一个方法 真的 不只天龙八部 其实这个管道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求我们处长 一起来到舞台上 共同的匆匆 一起来揭晓 到底这个天龙八部 天龙十部到底有多少部 可以来缴纳我们的106年的房屋税 是是是是 好的那接下来是请我们的处长 一而我们揭晓 我们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招 医化的新招 第一个就是用已经注册的健保卡 还有自然能凭证 能够线上去查税跟缴税 这是第一招 上网很方便 第二招是 第二招就是到四大便利商店去缴 不过它有金额上的限制 就是两万块以下 大部分房子都是两万以下 不然就是豪宅的 豪宅的应该也不会在这边讲 好第三招 更简单 是不是 就是用电话语音来缴税 就是设定电话语音缴税 好 多媒体资讯机查缴税 就是我们刚才在做简报 今年我们财政部特别新增的 这个查缴税的这个方式 让民众可以特别的方便 这是新招 再来第五招是 第五招 第五招就是利用这个网记网路 下去缴税 下去缴税 好 这个已经非常多了 这边我们到了这一步 叫做翻翻的好机会 这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请卓长 跟我们揭晓一下 这个呢 就是今年的5月1号到5月31号 如果呢民众呢 进入我们高雄税捐处的 这个税税念的这个脸书粉丝团 完成有关的这些缴税的这个活动呢 我们就有一些抽奖活动 那这个礼品的部分呢 奖品呢算很丰富 所以呢 希望呢民众朋友呢 多多呢 来进入我们高雄税捐处 税念的脸书粉丝团 记得哦 税税念哦 就是念上脚碎这样子 而且礼物有这个 我们是一化之外 礼物也很一化 耳机 无线蓝牙的这种音响套装组合 还有K歌神器 对 行动麦克风 你推出来的也要唱歌开KTV 对 让大家开心啦 欢迎上我们碎碎店的这个 脸书粉丝团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处长已经为我们揭晓了 揭晓五招 前五招 那后面这五招 就请我们彤彤哥帮忙揭晓了 来 第六招就是 一化的新招 是我们行动装置扫描 脚本书上 QR头脚 所以 我就是现在用这招了 哦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一招 我现在没有手机出不了门啊 现在有时候 没有练胸肌 没有练腹肌是没关系 没有练手机会出人命的 真的 什么东西搞丢都没关系 搞丢手机也是出人命 所以其实手机一扫就什么都解决了 对对对 三分钟之内全部搞定 对对对 尤其你在等录影的这个空档 就办完了 就可以了 你还管那个找那个单子 通知单干嘛呢 也不用再被那个 诶这样子 自纳金对不对 对啊 齁 再来第七招 第七招 来给你们教的是 这样 长期约定转账 需开征两个月前完成申请 所以现在申请是今年来不及 对 申家申请可以申请明年 对 其实这个很方便 一劳永逸 你完全不用去记得什么时候要缴 对 除非搬家 除非什么 而且以后这个 我们现在刚刚出展到讲 我们还有在抽奖 对不对 对 只要一化以后那个发票什么 现在还有开发票 现在发票是有电子载具 电子载具 对啊 电子载具 电子载具啊 这个是另外的 还可以抽奖 你看多好 齁 来 这是我们的第八招 金融机构 可以代收 但除了邮局之外 对 尤其不带收 再来 这个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脚法 再来 也是一化的新章 下载行动支付APP奖税 这个有手机就是把一个我们的APP 对对对 直接缴税 更方便 这个也是新的便名的一个 一个 一个方式 好来 定时交 自动会员机 ATM奖账 以前会员机要在银行才有 现在各大便利商店也都有合作的 其实等于是有几万个ATM在等着你来缴税 就不用增加延迟自纳金 我讲这几个字都没有感觉 我是真的太罢了 真的被罢过 我每一种税都被罢过 没有 除了那个所得税 因为那个是开机师在报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合法缴税的 但是就是说问题是有时候会健忘 对 所以这么多便名的系统 让大家多元的管道 隧道自然行 怎么缴都行 对对 十种不同的方式 让你怎么方便怎么缴 绝对不会跟彤彤跟以前一样 对对对 不要缴税那机 就没有这问题了 不要再痛了 好我们有这么多方法 相信大家也不会再痛了 是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是 请彤彤跟我们促长 来拍一张合照 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来捕捉 最完整的资讯画面 将这样的资讯传达给我们的民众 让我们的民众更加的清楚 我们今年的房屋税的缴纳期限 就是从5月1号到5月31号 那同时呢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多元管道 可以来缴纳房屋税 相信大家呢 一定都可以准时 在期间之内来缴纳咯 还是要再捕捉一下 好欢迎我们呢 为什么我们将这个视频 可以传达出去 OK了 都可以了 好谢谢 再次谢谢我们的处长 以及我们的彤彤哥 谢谢 请我们的处长跟彤彤哥 先回座休息 好的 好我们的这个缴纳房屋税的管道 非常非常的多元 大家也都看到了 123 5 6 7 8 9 10 各种不同的方式 就叫铺天盖地 提醒我们所有的民众 记得要在5月1号到5月31号 来缴纳我们106年全国庆的房屋税 这个用不同的方式呢 来提醒大家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来缴纳我们的房屋税 就以免会这个重蹈我们从彤哥的这个负责 心里面的痛 就脚大字纳金 好 那相信有这种不同 这些不同的这个管道呢 大家都可以用自己方便的方式来讲 那那么在今天的记者会结束之前呢 也要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呢 购物要记得拿发票 那么现在呢 除了可以拿资本发票之外呢 我们也这个跟大家推广一下 可以用电子发票可以去上网下载 这个电子发票的APP 这样你的发票呢 就可以直接上传在你的载具上呢 也不用拿资本了 对讲也非常的方便 直接电脑化就可以帮你对讲了 所以呢 也跟大家可以推广一下我们的电子发票 好的 那么呢 在今天的这个 最后呢 再次祝福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那么也提醒大家呢 在106年的全国庆房屋税教来开征 提醒大家一定要在期限之内来缴纳 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祝福大家一个平安顺心 谢谢 拜拜